大家好 今天是8月1日星期二 是8月份第一个交易店 故事有一点点能反复 其实也很正常 我们算一下 从上个星期一 就是7月24日的低位 18,562点开始的上升 到昨天7月31日的高位 20,361点 在短短六个交易店之内 短短六个的升幅有1,799点 这个幅度不算少的了 所以在高台有一点点的消化 其实很正常的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指数 早点短短短指数先高开 133点到20,211点 曾经一度再轻轻上升到 20,331点 这一分钟相对昨天收视来说 指数是上升253点 可是并没有升破昨天的高位 因为昨天高位是20,361点 由于买盘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减少 结果在固压1.1点出现之下 指数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反复 而直到下午3点左右 今天指数已经曾经一度是低限19,891点 相对昨天收视来说 这分钟是回调187点 其实也很正常 也可以这样说 经过17,999点的上升 故事少会有一点点消化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的 反而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现在十天线大概在19,562点左右 而十天线已经上升到19,399点左右 等于说指数暂时来说还是安全的 可是要是在明显的反复而一旦碰到 也可能是跌圈那个100天线 那等于说整个股市又会 开始有一点点的反复的走势给我们看到 可是问题到底大不大 我们看一看7月份的股市 在月初的时候指数就一直回调到7号的低位 18,279点 然后在这一分钟开始就有一个反弹 一直反反复复上升到月底 等于说整个7月份的股市 最好是上升了2000多点 这个当然比预期会大的 可是问题就是 恒指要是在月初的时间 能够先见一见低位的话 其实这个应该不算一个坏事 因为先低资源有机位 慢慢发展成为后高 当然要是说成交很大 而且至今不断的逃放也曾经见过 恒指是不断的往上走 从月初一直上升到月底 我们也看过 可是暂时来说 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容易出现的 所以股市在月初稍微有一点反复 其实也没有什么坏的事情 反而要留意就是 十天跟一百天生的支持 八月份到底走势是先低还是先高 现在看起来再往下看 第一个左利 当然还是上个月的高位 两万零三百六十一点 由于指数暂时来说 还是在两万点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反复 所以就算是少会有一点固压出来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当然要是说要做一点部局 最好还是少等几天 看看指数会不会进一步 碰到一百跟十天生 到那个时候再做一个部局就比较好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好大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